立院財委會今天早上邀請金管會主委王麗玲 財政部長張盛和針對號頂案開了一場秘密會議 不過會議中金管會能說明的部分好像不太多 一律都用移送檢調來回應 引發部分立委拍桌不滿 有委員就說本來想要解忙號頂案 現在反而是越解越忙 大批媒體守候在財委會大門前 立委們進進出出 每個人看起來都面色擬重 裁委會針對號頂案召開機密會議 一開93個小時 好不容易等到會議結束 結果卻令人不太滿意 我們認為可不可以說 我們必須要符合法令的規定 哪些是不可投了 我們再回去進一步研議看看 謝謝 現在不知道 正在查合中 還沒有查到這個有正義的 那個要等翁先生回來再說明 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 主管機關對於案情三間幾口 立委們大表不滿 會場裡甚至一度傳出委員拍桌叫罵 氣氛相當緊繃 有聽到裡面有拍桌是不是 大家對於開會的這個 列席被尋的人員 是不是齊全有點爭執 不分黨派 大家對於這樣的會議都是 覺得看不到什麼樣的東西 感到很失望 國會的調查權真的有必要講話 當然我們希望是解忙 我發現是越解越忙了 住會的就住軍管會的檢察官 應該來備選 現在是在找 我們委員有提到說 他如果來的話 我們希望有第二輪發言 號鼎案風暴延燒 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有沒有人 涉及內線交易 蔡委會最後通過決議 將要成立資料調閱小組 想辦法釐清案情 成立調閱小組之後 常委會可能將會再度召開 第二次機密會議 會不會爆出出乎意料的內幕 外界都在 等著看 今天把小明星楊超成逃不到 不理解 不理解 半泰 選 公開 我 女